内地女演员马依丽代言的奶茶品牌茶之兰 涉嫌套路加门诈骗 马依丽在微博发文向加门商道歉 并声称已经与该品牌节约 目前正积极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上海市公安局乘风侦破 当地首宗以虚假品牌奶茶招商网站 性加门商虚构履约能力骗取加门费的套路加门合同诈骗案 涉及花点点查之兰等50余个奶茶品牌 作为查之兰代言人 马依丽工作室在微博发表声明声称 我方于第一时间向该品牌提出解约通知 并积极配合竞争工作提供线索及信息 韩国女演员韩益瑟在Instagram上晒出与男友合照 并写道介绍我的新男友 她表示新男友比自己小十岁 所以称她为小狗 也表示两人现在很恩爱 自己会珍视这段感情好好培养 据悉 韩益瑟的新男友是1991年出生 名叫刘胜才 医院员身份出演过一些作品 但目前并非艺人 也没有参加演艺活动 她与男友去年9月 从朋友升华成恋人 两人至今交往8个月 曾经蜂蜜全亚洲的日本女星 酒井法子在2009年陷入前夫吸毒丑闻之后 事业便一蹶不振 而最近她东山再起 转战当YouTuber 并开设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然而酒井法子的新事业 却并不算顺利 日本网友纷纷留言称 因吸毒被逮捕过的人 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让她回归一能界 而从大明星到误入歧途 还离不开她的前夫高强右衣 2009年高强右衣因为吸毒被捕 过了几天酒井法子到警局自首 承认受老公的影响也吸了毒 最后被判监禁18个月 准于缓刑三年执行 这一事件自然也让她跌落娱乐圈神坛 不仅当时的事务所和她解约 酒井法子也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 公后鲜少露面的男神王力宏 最近迎来了45岁的生日 她在微博放出自己的新造型 让网友大呼惊讶 原来她一概奈有小身的形象 留起长发续起胡须的狂野大叔造型 引起热议 照片中她身穿白色衬衫 黑色长发绑成一根根脏便 下巴长满浓密的胡须 她还配纹 老实说我不记得上次刮胡子 或剪头发是啥时候了 要说2021年谁最出圈 必须是咱妈张小斐 凭借一部你好李幻英 红遍大江南北的张小斐 可以说是大气晚成 最近在接受采访谈到年龄时 张小斐表示35岁也有很好的一面 并不是女性的中年危机 谈到演员这个职业和喜剧演员的标签 张小斐表示今年是自己做喜剧演员的第十个年头 但喜剧不是她的标签 而是徽章 对于很多人提到的中年危机焦虑 张小斐也不太在意 他认为每个年龄都有不一样的独特魅力 自信才是最大的武器 并让大家期待她的新作品 以上就是本期亚洲娱乐精华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通过YouTube收看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和点击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